還好我是黃借 因為我也是看國外鞋評 很多人在說這雙很強 我買1090還打九折 台銘馬真的超兇的 算是我買了第一雙專業跑鞋 導致我都是深夜出去跑步的時候才敢穿它 別讓我在特賣會流浪了 因為我也都在特賣會買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的家楊卓蕊 歡迎回到我們的馬場分析師特輯 看到我身邊 欸今天有來賓了好不好 我們這一集每次這邊分析了半天 眼鏡都帶出來了 已經近似了 所以這一集終於找到我們的來賓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那我身邊這位也就是黃借 來跟大家自我對話來講 大家好我是黃借我是一個歌手 然後自己寫歌唱歌 最近很愛跑步 愛跑一年了吧 應該可以堪稱是最愛跑步的歌手吧 欸我不確定喔 我不確定 應該可以應該可以 等一下我們也請黃借來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這一集的目標分享區間 是台北馬拉松半馬 這次你也是參加半馬 對對對 但是這個區間可能對你來講 是稍微比較輕鬆一點的區間 我們今天是要分享兩個半小時 到三個小時之間的半馬跑者 那我們還是先請黃借分享一下好了 在這次台北馬的過程當中 然後你跑半馬的成績怎麼樣 然後有沒有什麼 很有趣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次就是想 因為我前年也有參加過 跑一個221 然後半馬 然後那時候就想要玩賽就好 結果去年就開始上跑班 然後你一上跑班 本來想說跑步就跑完就好了 但你上跑班你開始就會有追求 然後覺得我今年想要破2這樣 開始練就發現破2其實超鏡的 就是你平常可能都是那種 六分出頭的配速在慢跑 然後突然要你在540以內跑完21K 那時候就很難想像 但我扶著不說比賽的時候真的會比較強 比練習都強很多 那個外在氛圍的加持下 對 尤其是台北馬這真的那個 感覺大家都是拚命的 幾乎而且滿場都是 看得到加油團 除非在一些河堤或是比較橋上的地方 而且跑者也跟其他場賽事氛圍很不一樣 因為我跑田中馬跟長冰馬 跟台北馬三個完全 台北馬真的超兇的 還是有差 畢竟那個其他場可能比較是趣味性質居多 對啊 因為台北馬 大家就看風景這樣 對 比較好跑 台北馬也算是 參加人數應該是最高 因為今年我印象中有 一萬九千 跑棒嘛 所以其實以人數來講 他已經是幾乎 屌虐其他比賽了 就是那個差距很大 所以我覺得高手也都是會以這場為目標 那最後你跑了多少成績可以跟大家 我跑一五六 喔 成功破二 對成功破二 那後面有 有那種很 痛苦的回來還是你是平均的完成 喔我最後一顆 因為 很痛苦啊 因為我前面 20K都是很 很平均的 因為我怕我跑不完 然後就一直在差不多530那邊 然後最後可以跑一個 四 四四級吧 哇 那應該很痛苦是開心的痛苦 畢竟你是追求更往上 不是已經爆掉的那種恐怖 但我覺得有點恐怖 因為我最後進戰的時候 我的心跳是206 哇 206其實很可怕耶 很年輕耶 真的嗎 因為我覺得年齡 應該說年齡跟最大心跳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公式上他們會直接減年齡嘛 但是其實 以一些研究論文發現 其實他會隨著年齡往上增長 最大心率會一直往下降 對 所以你還可以跳206 其實是很強的 代表你有還不錯的天賦 天花板很高 是喔 我都以為跳很快是太弱才會跳那麼快 如果你低的安靜心率很快 那可能是太弱 但如果你安靜心率沒有很快 但是你最大心跳很高 那就不是太弱 我安靜心率70幾啦 70幾 正常人啦 對對對 那還有空間可以更低一點 OKOKOK 我的安靜心率大概40幾 OMG 所以會有一點小小差 但我的天花板就沒你那麼高 我在195198已經緊繃 我沒辦法到200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 開箱這一次 兩個半小時到三小時的區階 你自己有沒有 大概小猜測 你覺得什麼品牌會是最多人穿的 Nike一定最多啊 Nike 因為Nike就 就那樣 好我跟你講我坦白說啦 我覺得Nike的鞋子就是好看啦 對 他應該就是所有跑鞋裡面 最漂亮的鞋子 他沒有醜的鞋子 你有覺得嗎 確實他幾乎穿出來就是有一定的質感 就他只賣800你也覺得他價值兩三千 對對對 他就是真的很好看 而且他的 我覺得價錢算合理 算是很容易入手 而且品質也 我說比較 比較便宜的鞋子化 便宜的鞋子化 便宜的鞋子化 等一下你是說貴的品質有什麼問題 我都敢說 他那個不一樣 OKOKOK 對對對 但我覺得確實啦 因為他畢竟是最大龍頭嘛 所以他應該在產量上 可以把他價錢加到很有競爭 對對對 所以幾乎 他只要一出新的 然後不用過兩三個月 他就會在IWLA看到他可以七折購入 所以這也是Nike跑鞋一個還蠻好的地方 不會說那種 價錢一直很死的在那邊 你這次比賽是穿什麼跑鞋 我是穿索康尼啊 索康尼的哪一雙跑鞋 我穿的是 Indolphin Pro 2 就是他們的 前幾代的 賽車型那個 對對對 那雙也是我大概前幾年開箱 我覺得我給他評價還蠻高的跑鞋 我有看到你開箱 那一次你開了五雙嘛 對不對 是五雙 他是我覺得駕馭程度沒那麼硬派 然後又比較全能型的一個碳板系列 對 他不會說很硬或是很暴力 他就是 全部都很中庸 但是加起來是一個很好的跑鞋 那我們就要來開箱這一次的前十名了 第一名 果然是不負眾望啦 Nike還是奪得了第一名 他總共有704雙跑鞋 704個選手來選用 那第二名最多的跑鞋呢 是 也不意外 他跟Nike 落差了大約有220幾雙的數量 他總共是480個跑者穿著 那第三名 是 對其實好像前幾場比賽 大部分都是這三個品牌在 龍頭上面 23名偶爾可能會調換一下 可能在不同的範圍 所用的這些跑者會有點不一樣 對然後我就依序把後面報告完 第四名的是美金龍 133雙 第五名是HOKA有99雙 HOKA其實也有上來 我覺得這幾年HOKA變很多 你有覺得嗎 其實有而且這個我覺得弱點就回歸到比較 比較正常範圍 因為其實前面比較快的跑者通常會 可能大部分就是Nike或是Adidas 但是在HOKA這一塊他的主打市場 我覺得還是大眾取向 所以看到他在這個範圍裡面有把 名次往上回升 我覺得是還蠻好的 對啊他這次有99個跑者 第六名是NB75雙 第七名是Puma有31雙 第八名是 拇指鱷魚總共有30雙 第九名是UA有27雙 第十名才是索康尼 對 有23雙 所以你是 你沒有在這個區間 我蠻意外索康尼會上榜的 應該關鍵字就是特賣會吧 因為我也不在特賣會買的 被發現 那個便宜到 不能不買 幾乎都是砍半再砍半再賣 對差不多 價錢都差很多 那有三折吧 對啊價錢 那你這次在特賣會有 買了幾雙跑鞋 你說我上一次嗎 我第一次去戴了三雙 然後第二次去 就只戴了一雙 好險我第一次有去 總共買四雙 總共買四雙 那你買了哪些型號 我買了kinvara的13-14 然後indoping pro 2 還有一雙 triu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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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支撐型的那雙 19 OKOK 那雙也還蠻好的 好那我們就來 開箱一下 接下來的 前十名跑鞋的弱點 前十名跑鞋你有 就是猜測嗎 在還沒有看過數據之前 你有沒有覺得哪一個型號 是最多人穿的 我以為飛馬會是最多的 39-40 OK 然後再來就是 Kaiano Kaiano 或是Nimbus 應該也很多版 Nimbus 就是比較 就是比較平常 輕鬆跑會翻的鞋 對 但小飛馬其實蠻準 小飛馬這次我們榜上的第三名 他總共是有71個跑者穿著 然後總排名次的第3 那我們來公布一下12名 第一名是 Adidas的Boston 12代 Boston 12代是這次最多跑者選用的跑鞋 他總共是有130雙 所以其實比例上是蠻高的 就是在很多跑者其實是覺得這雙鞋 可能在這個區間是蠻適合駕馭 但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其實這雙跑鞋 在高階跑者來講 可能是比較進階的訓練鞋款 但是對於比較入門的跑者來講 他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比賽使用鞋 我也覺得 那第二名是Boston 10 就是他的前兩代 那第四名 剛剛第三名就是小飛馬第39代 也不是40喔 是39 對啊 必然不是最新的 對 所以代表 我自己的分析啦 應該是這種比較入門的跑鞋 通常他也 第一個跑者的訴求可能是 便宜先優先 所以39可能比40 更容易入手 然後第二個是可能 這種鞋比較耐穿 或是這些跑者跑比較少 所以他去年買了鞋 今年還可以穿 所以39反而比40還多一點 飛馬跑個七八百完全沒問題 對 看不出來有磨損 除非你真的有把它不敢用破什麼 但他很耐穿啦 對 很耐穿 第四名 也是Nike家的 第四名是 Vaporfly Next Park 第二代 那這雙跑鞋 你有穿過嗎 我沒穿過 但是 就有女朋友沒在跑步 他都在問說這到底是什麼鞋 為什麼每個人都穿他 喔 我去跑船大概有八成 八成的人穿一模一樣的鞋子 哇 所以他其實 已經在 我覺得因為價錢一直往下降的關係 所以他已經變成有點變相是 從頂級的區間 然後變到比較高級的訓練鞋的區間 對 所以他是這一次比賽的第四名 然後第五名呢 又是Boston 是11代 所以前五名裡面 10、11、12就總共有 大約250雙 都是選Boston 就是有分別三代 然後Nike是有 第三第四名是小飛馬39 還有Next part第二代 OK 接下來六到九名 全部都是Nike 哇 六到九名全部都是Nike的榜 第六名 Fly5 Zoom Fly5也是 我個人認為其實Zoom Fly5比較適合這個區間 的跑者選用 但反而可能因為價錢關係 大家都去選那個Next part第二代 其實我之前有去試穿過Roon Fly5 後來就太軟了 你覺得他的穩定性 太厚太軟 我比較不喜歡那個軟的腳感 那可能小飛馬還比較適合 對對對 小飛馬還比較紮實一點 比較穩一點 對對對 第七第八名就是小飛馬 他是總共有各式之雙 38代跟第40代 然後第九名呢 是Vaporfly的第三代Next part 就是Vaporfly3 這雙也是很頂級 但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區間 還是有蠻多跑者選用 然後第十名是Hoka的馬赫武 在Hoka家算很全能型的跑鞋 就是你要速度太拉得起來 你要慢跑也OK 日常走路也很可以的一個跑鞋 算薄 他算薄底 我覺得他算薄底 他沒有太厚底 跟Hoka的其他鞋子比起來 他相對的刺足感受是比較明顯 對對對 接下來我們就來公佈一下 各品牌的前三名有哪些跑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Nike的前三名 最多跑者所穿的跑鞋 第一名就是剛剛講的小飛馬39 然後他總共有72個跑者選用 第二個呢 就是剛剛講的Next part第二代 第三個是小飛馬40 就是小飛馬39 Next part第二代 小飛馬40 是前三名最多跑者穿的Nike跑鞋 嗯哼哼哼哼哼 Nike跑鞋你除了穿過Zoombrown 還有穿過什麼鞋 其實我最早開始 是穿一個很久 就是很 非常入門的 一雙可能12001400的 我現在突然想不起來 他就是甚至連REAC泡棉都不是的 哪一種跑鞋 結果我也穿他跑了兩次半嘛 哇 那根本沒怎樣 其實我覺得 當你開始買跑鞋你就會很講究 但其實我覺得 一開始在跑步的人來說 其實 價錢比較講究 對就是他是跑鞋 我覺得你就可以試著跑看看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是啦 門檻沒有那麼高 對對像我身邊有朋友想要跑步 我都說你買飛馬 選跑一下 因為他其實真的很夠用 對 而且我覺得小飛馬的氣墊也是舒適 對對對對對 就真的是很好的 第二個我們來分享一下 Adidas的前三名跑鞋 前三名呢 全部都是Boston 分別是10 11 12代 12是最多人選用的 有130雙 然後11跟10分別有63跟79雙 所以是蠻多人穿的 這雙鞋你有穿過嗎 我沒有 但我過幾天會去買一雙 波士頓12 真的假的 對啊 是看大家穿到已經 對而且我看 因為已經年底的國外很多那個 特賣 稍微降價 應該說國外很多那個影片在說年度 跑鞋 他已經算是蠻Top的 對幾乎每個國外的鞋屏都有在講 因為我覺得他的定位就是比較沒有到 失衡 有時候大家會穿太買鞋穿太久 會很喜歡那種推進感 可是我覺得他就是還保有一點點 比較傳統訓練鞋那種穩定 然後又不會過度暴力的定位區間 對啊所以Botson其實還不錯的跑鞋也是一個很萬用 你要比賽也OK 訓練也OK 對啊 他也算比較寬是不是這一代 有做比較寬 我覺得稍微 我自己是穿小半號 所以我平常可能穿26.5 這雙是穿26 所以有稍微穿小半號 接下來第三個是亞瑟士 亞瑟士也是 這次跑鞋裡面第三個排行的 你剛剛預估的是Nimbus嗎 還有Caiano 對對對 好像有上榜喔 好像有上榜 但第一名是 Magic Speed 3 你這次是不是有戴Magic Speed 3 對我有Magic Speed 3 那你穿他跑的經驗多嗎 我通常有速度的刻表 或者是跑超長我才會穿他 因為我覺得這雙 腳感蠻薄底的 而且中間有一塊板 所以他算是比較硬派一點的我覺得 然後這是我算是我買的第一雙 比較高階的 專業跑鞋 對 所以去年在四月的時候買的 然後那時候上腳就好愛他喔 因為他這鞋面居然可以 可以看得到手耶 就是很透氣 就是很酷 然後很輕 超級輕 我的是白粉的 我那雙就必須要選襪子穿 就是我襪子如果穿太鮮豔 他會露出來 對對對對對 蠻有趣 而且雙子雅瑟士我覺得是 去年最好看的型號 我覺得 型 外觀嗎 對外觀來說 如果跑鞋是 但我自己比較喜歡他的 Caiano 14代 你說那個復古的 復刻的 但除了剛剛的那個Magic Speed 3之外 這次第2名跟第3名都是 Caiano 就是30跟29 總共都有19到23個人 但我覺得Caiano也是一個 比較合適這個區間 弱點的跑鞋啦 因為 其實說實在 Caiano這種跑鞋 他是一個 比較主打支撐穩定型的跑鞋 但在這個定位區間 我覺得在這個配速弱點 其實是比較合適的 因為其實 如果你跑2個半到3小時的 配速 大概會是6到7分數 那你反而在這種的動作情況下 大部分都用到腳跟落地 其實 跑支上面其實沒有辦法做到很好的可能中足或前掌 因為你的配速的關係 所以 會強迫你 都是大部分用腳跟著地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鞋子 穩定或支撐不夠好 我覺得 變相來講也會讓你越跑越累 所以Caiano 30是一個 我認為在這個區間 出現比較合理的範圍 但好像選用的人 沒有真的想像得多 對啊 感覺他超穩的 雖然我也沒穿過 這雙我覺得就還不錯 我自己有穿過Nimbus 穿過這雙Caiano 30 但這雙鞋的定位啊 他自己主打是有4D的穩定 就是有4個方向的穩定 那我覺得他算是 支撐型鞋款裡面 比較舒適的 因為有些支撐型鞋款很頂 足弓會一直撐住你 然後很硬派 就是我之前穿BROX 他也是很頂 然後比較硬派 這雙就是比較Q軟 但是他又給你很好的支撐 所以 國外其實蠻多評價在那種支撐型跑鞋的年度選綁手 其實是Caiano 30 那他覺得支撐型最好的 他是做的真的是蠻多人喜歡 也很好的一個定位 而且重點是他鞋重沒有很重 我覺得這雙可以蠻適合推薦體重比較大的跑者可以試試看 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選擇 接下來我們就來公佈美金龍了 美金龍家他們的鞋子你有穿過 也還沒 但是我上次看你開箱那個Flash 第二代 我就超想來一雙的 Flash其實也還蠻棒的 因為他的滾 但他就是比較上下都有滾動的差 所以他會用鞋子的設計去帶動你往前進 那美金龍的部分 就前三名都是Wave Rider系列 總共第一名是26 我手上這雙是27 然後第三名是25 其實26、25 25、26、27都是蠻多人選用 他改款的也很小 那這雙跑鞋其實也是 美金龍家裡 我覺得他是比較萬用型的 就初學者穿 一定OK 也給你一定程度的輕微支撐 然後落腳也很穩定 而且很好的緩整 要加速他也不會說帶不起來 但是我覺得他的 弱點就是可能在五分數以內 他就會比較辛苦 因為他的 速度會有點被吸收掉 可是五分數以內也很ㄍㄧㄥ 像我五分數以內是我的間鞋 對對對就是你跑間鞋的時候 他可能就沒那麼合適 他可能就比較適合 大家慢跑或平常走路這種適合的場景 對 所以美金龍也是這一次有 弱點上我覺得他 排名又比較往上升 就是比較入門的人 其實穿著美金龍的跑鞋 是蠻多的 對 接下來我們來開箱 最後一個也就是Holka 那Holka也是 剛剛講的這幾年 開始很多人穿嘛 開始從潮流開始又紅回來 對對對 開始原本是從 比較山鐵的市場開始做起 越野 對對越野啊 山鐵 但其實在台灣 好像反而是從那個 余文樂開始穿那個登山鞋之後 才開始爆紅 是是是 Holka家的最高 就是剛剛講到的馬赫舞 那第二名呢 是Clipton 9 我這次有把Clipton 9帶來 那這雙跑鞋是他們比較 萬用型的 他的定位我覺得就跟 剛剛的 Wave Rider 有點像 他就是 緩震OK 速度也可以 但你要他加速可能就 還OK而已 沒有到很好 這樣 對但他就是 適合初學者 然後穿起來是 蠻沒有負擔的 這樣 那第三名是 Clipton第八代 所以9跟8是 佔了23名 第1名是馬赫舞 對 Holka家的弱點 也是還蠻有趣的 那反而還是有一些 小的選擇 或是可能有碳板 但是其實都是比較 個位數的數量 Holka家你有穿過嗎 也沒有耶 我是一直想要買馬赫舞 但是一直沒有買 那其實你的口袋名單 還有很多耶 對對對對對 就是剛上的Botson12 現在美金有Flash 然後Holka是馬赫舞 我還差三雙啊 但我去年買了十雙鞋 我覺得太恐怖了 根本穿不壞耶 當你到一個 亮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想要穿壞再換下一雙 那簡直不可能 一年我覺得 除非你跑量真的很大 不然我覺得一年三雙跑鞋 我就已經是很極限 你要把三雙都穿壞 穿壞 已經很極限了 但現在大部分是有30雙 不是30雙 你說你嗎 所以鞋子會有點太多 我們這一次的統計 其實在整個範圍弱點 我個人認為在這個區間 有稍微比較回歸正常值 因為我覺得 Nike啊 或是有一些比較頂級的品牌 他們的碳板鞋 下殺價錢之後 會把整個行情打亂 就是 你的弱點不再正確的弱點 反而我覺得這樣不一定是好事啦 對於 剛開始跑步的跑者 他可能會 一下就越級打怪 穿太高階的鞋款 但這種時候通常 比較容易造成運動傷害 恩 對對對 因為我一開始 也是想說要買就買 最強的啊 對 然後後來也是看影片 再加上自己 因為我其實我剛買這雙 Magic Speed 3的時候 我就已經感覺到他 跑那個 七分數的時候 很痛苦了 OK 就是跟 很 太硬了 太硬了然後不對 對 所以你後來是穿這雙嗎 對這雙 對對對 算是你的 最愛Top 3 這是Top 1 已經是Top 1 他的里程數是最多的 我所有鞋裡面 哇 可是他看起來很乾淨 所以這門他也很耐磨 他其實 里程數算最多大概快200而已 因為我鞋 其他都大概八九十 哇 所以這張Keymada 13 我覺得是一個 還蠻經典的 就是那時候很多人很喜歡 因為 現在這種比較 可以凹折的 中底 比較少 對 然後他的 整體穿起來也 很接近沒什麼穿鞋的那種感受 所以你 該用力的時候他給你很好的反饋 可是你要他 跑久了 他存在感很低 你會覺得好像沒穿鞋 而且他一直不到200克 我9號版一直不到200克 超誇張 而且也 不用2000塊 是嗎 我買1090才打九折 1090 對 所以你已經買到900 快900 對900出頭 對 我那時候買 其實我是因為我也是看國外鞋屏 很多人在說這裝很強 然後我看到特賣會有 我就拿起來看 哇這個鞋看起來根本 就是鞋面加中底 沒了 然後他連鞋底都沒有 對 他是沒有鞋底了 直接橡膠在 中底就外露了 中底 鞋大底就是中底 對對對 這HOKA也是這樣做 就可以省去一點外底的這個 重量 但也是因為這樣可以耗損可能比較快 但其實索康也比較沒有這樣的 擔憂 反正是HOKA 大家都會說 因為他中底當外底用 他比較快抹平 是是是 但索康也比較還好 你是不是還有帶一雙 就是那個 算是 這也是前三名喜歡 這個也是前三名喜歡 我也是很 Nova Blast 3 哇 這個是我 經紀人去日本 幫我買的 然後他有拍照 問我要選哪個顏色 我說我要這個顏色 這個很像那種 透泡糖的那種 或是那種彈簧球的顏色 對 非常繽紛 對然後我一開始以為 我很敢 但後來發現我不敢 導致於我都是深夜出去跑步的時候才敢穿他 這很安全啦 應該是很安全 大家看到的時候就會忘了 有一個人在跑步 真的好奇怪 然後這雙鞋也是 我會很想買也是因為 那個什麼年度十大跑鞋 對 鞋血也有他 也有他 實際上穿起來我覺得 我是蠻喜歡的 但是我 還是會覺得他的後腳跟有點高 對我來說 因為我 你會有點被電起來的感覺 對有點被電起來的感覺 因為我還是會比較喜歡那個 波差是低一點的鞋子 但這雙真的很好穿 OK OK 然後他 那你有穿過四代了嗎 還沒 還沒 對 我聽大家講 四代其實反饋上好像有在 在稍微upgrade一點 就是有稍微好一點 但是也有 有些人說他有點太軟了 但我覺得他的定位就是那種 比較軟彈類型的跑鞋 因為跑45 20 他沒有什麼衰減 對 這個中底蠻強的 嗯嗯 中底是很輕 幹起來很搭雙 其實很輕 我自己蠻喜歡是superbless 他的更進階 我知道 他也是看起來很厚重 但跑起來 很舒服 然後他也沒有碳板 可是跑起來就可以給你一直有那種支撐 而且很彈的感覺 嗯 對啊 貴就是好 對對對 那雙真的貴 定價要5000多塊 對啊 好啦最後我們 都已經那個 介紹完 那個 台北馬的範圍 還是要請黃界跟大家 就是介紹一下 你非常喜歡跑步 到我印象中最近你的歌曲 有沒有 跑步寫成歌了 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我有首歌叫好好聽啊 就說 我的專輯最近發行 然後2月6號會輸回上架 OK 我有訂了我有訂 預訂 我有看那個預購有那個 對對對 黃界國旗 馬上先下訂 是 但我不知道影片出來之後還來不來得及 可能就沒有 應該還來得及吧 預購到什麼時候 預購到什麼時候啊 幾號 二月底 來得及來得及 我們影片應該最近就上了 對對對 所以看影片還來得及可以去購買 對 對啊 然後我覺得跑步 真的算是 支撐我做完這張專輯的 一個原因之一 對因為 跑步真的很讚 它可以讓你整個人變成很穩定 我自己覺得 你說在心情上 心情上 對 因為我以前跑步早期就是都是 都是發洩 就是都拚了命跑 跑到爆掉為止 OK 然後我到去年開始 就是有在學 我才知道原來 有 Zone 2這件事情 有有有有 我上次聽你去上其他人的 podcast 我覺得 聽了之後才發現 哇好專業喔 真的是有在跑步的人才講出了這些單字 對就是慢慢的也好 也很開心 而且可以讓你更進入那個 什麼都沒有的狀態 Flow 對那個Flow 哇超讚的 真的 那個就是跑步 要到一定程度才懂 一開始可能你會很厭倦跑步 可是當你跑到一個 有點是 跑到自我空間之後 你會發現 很像真空了 對而且不會累 對對對 就其實很不辛苦 所以我覺得跑步 對我來說沒有 不是不是很熱血的事情 哇 就是它是一個很 很享受很開心的事情 所以把它寫成歌 那首歌我覺得還蠻蠻棒的 拉丁風 節奏很輕快很舒服 對對對對對 推薦大家 開始預購 好好聽喔 專輯還是預購 比較好啦 是嗎 專輯這次是我自己出錢做的 有有有 那必須要 大概幾百雙跑鞋去了 別讓我在特賣會流浪了 我現在完全懂了 因為是因為這樣才 才能在那個特賣會找鞋 不能買那個手法 太撐太撐了 手頭太緊了 做完一張專輯都快爆掉了 看到這邊 我們剛剛前面 幾個那個廠商應該也有聽到了 是是是 那個HOKA啊美金龍啊 對 然後 索康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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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啦 我都喜歡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這邊結束了 很開心 黃季也可以到我們頻道跟大家 就是分享一下 它對於跑步的熱情 接下來你有參加比賽的目標嗎 下一場 欸我四月要去幫台西女子馬 配速 配速員 對 10K而已 10K 一小時10K的那一種 官方配速員 對官方配速員 哇 欸很讚欸 那接下來的那個跑者10K如果 台西馬也結職了 但沒關係你們可以拿著你預購到的專輯 到終點等他 還有機會 哇第一次參加女子馬欸 感覺好特別喔 還蠻香的啦 還蠻香的 我們這次有跟一個品牌做女子馬訓練 必須說那個氛圍不太一樣 整體的那個就沒有那種男生的錯位 還是有點差距 OKOK 好啦 那到時候就賽場見啦 感謝黃劍 謝謝 好大家記得預購起來 那我們就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掰掰